不久前曾声称要发展,让中国感到恐惧的超前技术的美国空军部长 最近又开始炫耀起美国空军的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 作为美国下一代空机战略打击力量 B-21的发展速度备受外界关注 肯德尔透露的这一数字远超之前外界预期 意味着美国空军新型战略轰炸机项目正在加速 其目标直指中国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21日称 美国空军最高文职官员空军部长肯德尔在参加美国空军协会的会议室表示 我们一直靠几十年前对轰炸机的投资来支撑现有的轰炸机机队 但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 他透露B-21生产线上正在制造多达5架试验飞机 你永远不会听到我对任何项目做出乐观的预测 所有项目都有风险 B-21也是如此 但至少在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 正在向装备部队前进 报道称 新数据表明该计划正在加速 它正朝2022年首飞迈进 美国空军计划采购至少100架B-21轰炸机 他们将于21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部署 报道称 目前还不清楚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离完成首架B-21的建造有多长时间 作为美国下一代空机战略打击力量 B-21的发展速度备受外界关注 肯德尔透露的这一数字远超之前外界语气 意味着美国空军新型战略轰炸机项目正在加速 多家美媒提到 肯德尔在这次会议中大谈中国 发出把B-21和中国联系起来的强烈信号 美国空军官方网站20日以肯德尔提出应对中国和其他威胁的无情蓝图 维提报道称 美国空军部长发表了30分钟的演说 其中提到中国多达27次 而俄罗斯和阿富汗只有三次 肯德尔还透露 在他宣誓就职后不久 在国会山的一次早餐会上 参议员乔恩·泰斯特询问他上任后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肯德尔的回答是 我有三个答案 中国、中国和中国 针对肯德尔的上述言论 中国军事专家张学峰21日告诉《环球时报》 美国空军显然已把B-21轰炸机作为威胁中国的重要手段 如果进展顺利 这种轰炸机将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威胁之一